为了彰显公益彩券为东部地区促进的社会慈善努力以及成果 台东县政府在6号于台东森林公园办理了精彩101最爱公益的园游会 包括有进走活动、趣味闯关以及园游会等三部分 希望鼓励大家多来享受我们这么好的环境 然后注重自己的健康 这个也是活动的目的之一 另外今天来宣导公益彩券 让大家知道其实买彩券买公益彩券的时候 其实也是在做爱心 公益彩券的这个盈余 其实是我们社会福利的资源很重要的来源 那每年都可以益助一些金费 让协助我们帮忙我们来照顾弱势 今天另外还有摆设一些摊位 除了我们政府部门的一些政策法令的宣导之外 也有社福团体跟机构的他们的意卖 如果能够透过我们今天来的人潮 大家来购买自己喜爱的东西 其实也是在做爱心 所以我想这个是社会处集结了多个功能 所办理的一个活动 公益彩券从民国88年12月发行到现在3月底 已经为政府创造超过2460亿元的公益盈余 大部分补助在各县市的公益社会福利预算 国民年金或者是全民健保 此次举办园游会将结合了 县内各身心障碍团体以及政府机关参与 展示生障者学习成果 并且宣导各项的福利措施 摊位当中也有许多有奖侦达以及小游戏 也可以借机多认识生障者以及国家的福利政策 以上新闻东台讯文部温格和萧子熙的采访报道